没有什么武力层面的攻击 比一个军团的炮火来的更加简单纯粹 在这个世界上 也只有张义能够发起这样的攻击 以一个人的力量 整个不死山周围 所有人都被这一招给惊呆了 甚至有人以为这是百年前 霓虹两大城市的灾难复刻 极恶童子感受过来疼痛的时候 身躯已经被巨大的力量狠狠灌进了地面 他吐出的那些蛆虫也被轰得粉碎 再坚固的身躯 也无法挡住圆圆不断的炮火 张义料想的一样 这些蛆虫能够吞噬能量 却无法直接吸收弹头和弹片的动能 哪怕是防御力足够强悍 可被撕碎也是无法避免的后果 恢弘的炮火之雨很快便停了下来 张义悬停在半空中 周围的枪炮如同一个巨大的钢铁纳森球 此刻的他就是战争的王者 他看向四周 那些蛆虫全都被抹杀殆尽 张义深吸了一口气 一口气浪费了老子这么多的弹药 回去之后 又得让可燃为我好好补充一下了 一次的轰炸足够支撑起一场小规模的千人战争 浪费的资源可不是闹着玩的 幸好张义就是物资充沛 他低头俯视大地 望向极恶童子所在的方向 身体里这种能够吸收能量的虫子都被杀死了 现在让我看看 你还能不能承受得住我正面一击 张义举起手中的树中剑 身后巨大的虚空漩涡再度涌现 黑暗的力量被他凝炼于剑锋顶端 很快形成了一颗巨大的虚空能量球体 剑尖对准极恶童子所在的方向 而此时的极恶童子 只不过刚刚从地面深处往外爬 张义的眼睛里面 他的身形没有丝毫移动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两秒之内 极恶童子想着的不是如何逃跑 而是正面再度接下张义的攻击 好狂妄的小子 那我就杀了你 哄 树中剑的剑尖释放出一道黑色的能量光束 刹那贯穿了二人之间的区域 直接射在极恶童子的胸口 然后将其贯穿 极恶童子此时已经无法阻挡张义的攻击 体内游牧虫的大量释放 削弱了他吞噬能量的能力 虚空的长光撕裂了他的胸口 几乎将他整个身躯 从中间分成两半 能量消失的瞬间 他从高空被重重击落在地上 伤口极其吓人 因为连接他上下身躯的胸腔区域 只有边缘薄薄的一层皮肉还存在 场边观战的三个黑影见状 也是有些诧异 好惨啊 极恶童子出道以来 还是头一回承受如此巨大的伤势 另一个黑影看向其他二人 如果不是在江湖的话 他会死的吧 来自龙之国的小子 实力果然强悍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那个文明的力量 或许比我们更为强悍 怎么办 要直接出手吗 没有这个必要 这里是在江湖 他死不掉的 似乎为了印证他们的对话 极恶童子目光呆滞地躺在地上 抬头仰望着天空 不过他的脸上 却并没有痛苦绝望的表情 而是兴奋 已经太久 没有让人逼入如此境地了 那种身体被撕裂的疼痛感 让他内心产生了一种 无法言喻的快感 他恍惚想起了 末世来临之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就是一个在路边乞讨的流浪汉 为了活着 不得不每天去翻垃圾桶寻找食物 他印象最深的 便是打开肮脏的垃圾桶盖时 发臭的垃圾上面 爬满了蛆虫 那些东西 会掠夺食物当中的一切养分 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 都能够看到他们蠕动的身影 极恶童子厌恶这些可恶的玩意 可是时间久了 他反倒是生怕他们不存在 因为没有蛆虫存在的垃圾桶 大概率也不会有食物 他这种人 就像是这个城市的蛆虫一样 肮脏 多余于 不会被任何人在意 迎来的只有嫌恶的目光 他贪婪地在城市的垃圾堆中 汲取他人不要的养分 只为了像蛆虫一样地活着 这个世界 把我变成了一只肮脏的蛆 我就让这个世界 变成一个巨大的粪坑 哈哈 极恶童子畅快地大笑着 他站起身来 胸口的窟窿蠕动起来 十几条蛆虫从其他地方涌过来 吐出白色的粘液 修复他的身躯 极恶童子抬起头 仰视着空中的张艺 混沌 你很荣幸 能够见识到我真正的模样 他张开双臂 仿佛在拥抱这个巨大的粪坑 游牧世界 最高层 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的身躯轰 得一声爆炸开来 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数之不尽的蛆虫疯狂地涌出 简直如同潮水一般 而与此同时 整个江湖城中 那些陷入待机状态的种人 一个个抬起了头颅 他们张开嘴巴 扑 得一声钻出一条巨大的白色蛆虫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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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江湖 回荡着相同的声音 那些蛆虫从种人的口中爬出来 沾满粘液的身躯 迅速爬满了整个江湖大街 数十万头白色的蛆虫 从四面八方 朝着不死山疯狂地爬了过来 白色的蛆虫 汇聚成了海洋 这样的一幕 任何人类见到 都会引起极大的生理不适 张义看到这一幕 强忍着心头的恶心 要不是之前已经看过了 极恶童子吐出蛆虫的场景 这一幕绝对会让他呕吐出来 我现在终于明白 这些种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极恶童子 将整个江湖城 变成了自己蛆虫的培养民 所有种人体内 都生长着蛆虫 而他也是利用这种方式 让自己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这种恶毒 肮脏的手段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这种做法 实在是太拟红了 超出张义的想象 不过这种做法 出自一个生活在江湖 最底层的乞丐 却又不让人觉得意外了 哥哥 武器 还足够支撑 接下来的战斗吗 哦 杨欣欣一边说一边吐 张义也很无奈 看着下方遍布 整个江湖的蛆海 摇了摇头 库存的武器量 根本不够消灭 这座蛆虫海洋的啊 夜幕之下 整座江湖城 变成了一座蛆虫的海洋 那些巨大的蛆虫 最小的都有成人手臂长短 大的甚至出现了恐怖的 一两米的怪物 它们蠕动着 像是一条条扭曲的河流 朝着不死山的区域滚滚而来 一浪叠着一浪 即便是张义看到这样的一幕 也是皱起了眉头 强忍着想要呕吐的冲动 眼下的局面 真的有些难以应对了 这可是数十万头 能够吞噬能量体的蛆虫 想要将它们全部歼灭 最好的手段 就是利用物理攻击 然而 战争之王这种手段 短时间内 只能够使用一次 最起码目前 张义做不到再度 为那些枪炮装弹 可是他其他的手段 很难杀死数量 如此庞大的蛆虫 就连他引以为傲的一空间 也会被这些恐怖的虫子侵蚀 而被慢慢摧毁掉 不死山下 蛆虫的海洋当中 极恶童子的声音 缓缓响起 混沌 你的确很强 这一次 你最起码让我消耗了 十万以上的 种人 所以 你非死不可 极恶童子的身躯 从驱海之中浮现而出 但是这一次 他已经彻底失去了 人类的模样 呈现在张义面前的 是一个扭曲争鸣的怪物 那不是人类 而是一个长着两对 黑灰色半透明的翅膀 八条细长之族 浑身都是黑灰色 坚硬假铐的生物 从脑袋上的假铐当中 延伸出一根 如同尖刺般的口气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十几米长的蚊子 又像是一头恶心腥臭的 长了翅膀的螳螂 张义目光凝重地看向他 所以 你为了自己 而杀死了整个江湖数十万居民是吗 极恶童子文言 立刻反驳道 开什么玩笑 是我赐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不 是延续了他们的生命 他飞到空中 与张义齐平的位置 兴高采烈地向张义介绍他的杰作 他们每一个人体内 都有我的游牧虫存在 有了游牧虫 他们可以像过去一样活着 而不必担心 受到极寒天气的影响 被冻死 你知道吗 我过去就是这座城市的蛆虫 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所以 我最害怕的 就是在深夜被冻死 现在 他们也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 而且 他们体内有了我的游牧虫 无论受到怎样重的伤势 都可以被治愈 他们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不用想 只需要作为大和民族的种子而存在 为这个民族延续后代就可以 这有什么不好的吗 他高高扬起自己诡异的螳螂脑袋 仿佛在享受着 自己所做的一切 而我 才是霓虫真正的救世主 张义无法反驳 极恶童子的做法 或许 极恶童子所说的没错 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 没有延续的记忆 却可以安稳地活着 未必不是一种幸福 但可惜的是 今天 张义来了 看着下方 那密密麻麻的蛆虫 他们已经聚集成一起 朝着天空涌了上来 在他们的背后 是整个江户50万居民 不过 张义在乎吗 当然不 我本来只是想拿回 属于我华虚国的东西 然后便离开 张义举起手中的树中剑 绿色的长剑 此时竟染上了一层银灰色 散发着悠悠的寒芒 树中剑的第二姿态 融合了纳米机器人之后 可以让它变成 圣才一般坚韧的金属剑形态 更加的锐利 现在 我不得不让整个江户 化为空城了 张义对于屠城这种事情毫无兴趣 他虽然不是个心软的男人 但也不是试杀成性的屠夫 但是 如果逼不得已的话 他也不会犹豫 那么 杀就是了 虽然速度会慢一点 但是你不会真的以为 近战的话 我就很弱吧 张义左手一挥 以他周身为半径 三公里的范围之内 时间流速迅速减缓 自身速度加成 一百倍 在他的眼睛里 那如动的驱虫的海洋 如同静止一般 想要杀死极恶童子 除非消灭掉整座驱海 因为这些玩意 会给他提供能量 所以 那就慢慢杀吧 张义俯身坠落 手中的银色树中 剑巨大化 变成一把四十米长的大剑 然后对准下方的驱海 狠狠斩落 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不过 有些人似乎不清楚 某个人 从初到至今 一直都是以持久力著称的 划分两头 梁月那边 可就打得凶险了 过入了《无尽剑域》当中 在这里 到处都是插在地上的刀剑 明海总司的牵刀 留得已完美地发挥出来 他的剑技极为娴熟 剑法刁钻 关键是 整座战场全都可以为他所用 离手剑 二刀流 非剑从刃 种种手段 让梁月硬接不暇 而梁月的打法 也非常稳健 一个人 一把刀 刀身在深周 形成一个太极元 蓝色的念气在深周流转 可以轻易振开席 像深周的每一把刀锋 被他运用的行云流水 没有任何一把剑 是多余的 无量 千刀流 明海总司双手拿着两把明刀 整座战场 所有的刀剑瞬间腾空而起 然后刀剑指向梁月 他双腿缓缓屈膝 瞬息之后 直奔梁月而来 与此同时 上千把刀剑 也从四面八方坠落 梁月为中心的所有方向 毫无死角 全都是致命的攻击 一瞬 千击 而且速度快到惊人 更有持剑者本人的正面突袭 面对这样的攻势 梁月做出了一个 令人匪夷所思的动作 他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既然是无死角的攻击 那么用肉眼绝对无法捕捉到 每一把剑向自己的刀刃 但是 心眼是无形的 他的双手握着龙鸣 刀刃斜斜斜指向地面 当他闭上眼睛的瞬间 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以他为中心 方圆五百米的范围之外 是无尽的黑暗空洞 但是五百米之内 一切都清晰可见 而且被放慢了速度 真正的高手 永远擅长于学习他人的能力 化为己用 这一招 来自他曾经击杀过的 十月剑术高手 二天一流免许接传 种本性长 或许种本性长的实力 远不及如今的明海总司 但是在刀法层面 他的确代表着 霓虹的最顶尖水准 自我为中心 方寸之内 刀刃可以瞬间达到任何一处 这一招 名为天元 这一招 他将在刀励较 这一招